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因為剛才看到大家都有很多 號委會和我們的同事在 那 怎麼說呢 四年前我做團長 都沒有那麼多新聞 今年當然是 我看各大報章的 focus 或者每個議題都在講奧運 亦都很多猜測 很多不同的推測 很多不同人士去講這件事情 那是關注 因為現在疫情真的影響各方各面 大家看到了 大家體育記者 足球 籃球 其實每一個體育項目都受影響 那奧運是否能預期舉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我想體育界我們這些朋友 都是要去籌備 要去準備 還有疫情的變化真是很快 例如 其實我們現在 號委會 我們現在 一定要是聽國際號委會的指示 那國際號委會 到這一刻來講 都是 預期舉行的 所以我們的工作 是不停下來的 但是不只是平時要做 準備的工作 現在很多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這陣子很多運動員 都是回香港 包括我自己看操隊 大家都知道 石仔和阿聰剛剛回來 說同機有學診的人士 現在都在家居自我隔離14天 沒有辦法正常這樣去訓練 所以遇到這些很多問題 我們都聽到很多隊伍都遇到困難 所以逐件逐件 變得太快 逐件逐件 怎樣通過體院也好 怎樣通過奧委會也好 去爭取他們可以第一安全先 這個是首要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可能更加我們要去幫他們爭取 就是那個公平性 我之前都提過 其實都遇到很多情況就是 取消了 例如那些預選 就是選拔賽取消了 取消了 那就是少了機會 那之前的計劃 可能是要靠現在搶分的 搶不到 那怎麼辦呢 尤其是 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們 尤其是比較小的地區奧委會 可能會更加吃虧的 就是和大隊有出別的 那是我們都希望可以和 特色奧委會反映 你做任何的決定 你都要兼顧到 大大小小不同國家的 這些奧委會的運動員 還有另外一些就是 如果之前我不給中國 不給香港 不給其他隊進入的 那更加不公平 這件事情 你取消了 大家不能去 你說只是不給一些 某國家的運動員去 這個更加是一個 所以其實 你說是不是忙 其實真的忙 因為每日都不同的情況 可能兩個禮拜前 還以為 哇 是不是自己亞洲 如果可以 可以 發展得好 或者沒有那麼多個案 是不是做 現在變成全球的事情 那是怎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我們都是一路 都有和國際奧委會 和不同的東京組委會 都有聯絡 看看最新的資訊 那這陣子我想 大家看到很多運動員 都回來了 其實 未來真的要 我想很多人做 會怎樣調節這個運動員 因為曹昇如的資格賽 都說取消 就是現在取消了 他最後奧運的資格 都不知道怎樣 是啊 是啊 我想這件事 真的要多些 跟教練去溝通 跟教練溝通 因為有時我們都 不可以忽略 那個心理調節的重要性 因為有時可能 外面就 教練可能那個 真的那個技術的教練最重要 但是其實是去到那個運會 那個心理那個狀態 都要我們幫助 那我相信體院 其實很多 就是很有資格的 這方面的人士去幫忙 那現在回來了 我們都會和體院 其實一直有密切的聯繫 是怎樣真的可以幫到全盤 因為我提過很多次了 其實運動員是很有目標的 是吧 大家很清晰 四年一次 他要拿多少分 才去到運 要做到些什麼去拿 那哪怕現在真的可能 打斷了很多些原有計劃 可能大家都不知所措 那怎樣可以將這種 變數 降到最低 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之前上次 有個查座都提過 其實我的首要 是希望可以 給到一個更清晰 所以我明白社會 對疫情 對奧運會的關注度很高 但是如果很多人去猜測這件事情 又可以又不行 其實可能幫不到運動員 所以這個是我們希望可以 我都希望可以盡快有個明確的方向 大家就不要去鼓鼓一下 我來了